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奎哥 今天呢,我們又要繼續來玩這個系列了 奔向宇宙 那麼,上一集呢,我們死掉了一次,就在那個地方 還有,我們順利的拿到了羊毛做了這張床 然後還挖了一個小型礦道 那麼,這次呢,我想要先來處理一下我們的食物 因為這個麵包補的不太多,所以我有點想要養豬或雞或養之類的 我們先來做一個柵欄 我們存放他們,就用柵欄存放了 好,48個柵欄,不知道夠不夠 然後再做一個柵欄就好了,等一下 我們要項目了,把所有項目都合掉了 哎呀,不行,我要追求一下整潔性 讓他所有的 所有的材質都一樣,好,走 一鍵砍樹 哎呀呀呀呀 看來我沒洗弄到 稍等一下 好的,各位我回來了 我把它修好了 現在就是可以直接一鍵砍樹 好的,看來我又有一些項目了 我這些項目可以拿來把柵欄弄起來囉 柵欄們 好的,那麼 我想要在 我未來可能會蓋家的地方 的附近,蓋這個東西 我覺得可能就是這方便喔 因為我可能會在 這個地方 那麼 我覺得 我想要養豬的話 我就在這附近蓋 因為我未來可能會把家蓋在這個地方 我先把它掀出來 然後好像要晚上 等一下 危險 晚上,不要讓他生怪 來 又是一個星 早上 這個太陽依舊很小 我們繼續吧 1234 我喜歡 放 對 我放錯了 我 我喜歡放 九神九 好的 這樣的話 我們的小蟹 小蟹 養豬券 就好了 然後 竹馬要用 胡蘿蔔 有胡蘿蔔 切引他 這邊哪裡有胡蘿蔔的 這邊都是馬鈴鼠 啊 這邊有胡蘿蔔 很好 very good 我 拿多一點 不要讓牌子 然後把它撞回去 我現在有點不習慣以前的胡蘿蔔 因為 新版本都 都長這樣 啊,這邊有豬 我也是 拿兩隻豬就好了 欸,好像三隻都跟著我 來來來來來 一起來 一起來一起來 我 牽引 這邊 來來來 欸,一隻一隻一隻來 欸 一隻一隻進來 好 還有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啊 欸,那麼想進來嗎 怎麼會一直搶一直搶 但是你進來你就出不去了 喔 欸 欸 進來吧 進來一下 好,這下沒問題了 好 我讓它繁殖一下 好 然後我先離開 這樣只有成就 耶,我讓動物繁殖小孩 那麼既然我現在有 那個豬的話 但是我還是趕不上它的 速度 我還是要先 做些麵包 欸,種 種田又有成就 對啊 這樣我一次解了好多成就 來,幫它種一下 舊版粉的小麥 我覺得新版粉的比較好看 來,種子送給我們 他們應該會吸種子吧 欸會,好 那再把我們的小麥 做成麵包 我們現在有一些食物了 那麼 我們應該要繼續挖礦 上次燒的菇也燒完了 挖礦 我們必須要挖到電線 就是 挖到鋁 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做電線 才能輸送 那個 我們的能量 至於能量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燃煤發電機 燃煤發電機需要鐵和銅 還有熔鋁和 對,沒錯就是這個東西 鋁質染線 一定要鋁 我們一定要鋁 才能開始我們的工業 那我們必須做很多 思考 好了,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上次那個 功能來快速的 把下面挖掘開囉 看我們已經到這個深度了 然後這邊還有 這個洞 開始吧 銅礦 銅礦 我們挖一下就到銅礦 的地方了 銅的話 如果我現在要鐵嗎 我現在要鐵鋼 我現在給我鐵鋼 我現在給我鐵鋼 讚 繼續 欸 這是挖空的意思嗎 剛剛那個洞鋪欸 還有 有點刺激 一下有殭屍剩 我真的是有點 有點怕洞窟啊 怕大怪 但是 附近插 欸 這個是鋁嗎 還是錫 這個是鋁還是錫 好的 我們現在拿到 喔,我有鋁了 太棒了 我有鋁了 好,還有這邊有很多煤炭 這邊又有一個白色的東西了 哇 一次挖好多礦物喔 這個呢 是我們的錫 鋁是長這樣 然後錫是長的 好,我們把他備起來了 然後我們剛剛的地方在這邊喔 我們現在既然有鋁的話 那我們已經可以 做一些 初級的東西了 對了 等一下 我剛剛看到染線 合成 需要 我們 羊毛 我需要羊毛才能合成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找羊 然後把羊牽過來啊 哈哈 這現在好了 這附近沒有羊啊 對啊 這個 我要羊毛欸 好玩了 好玩了 這個好玩 我要羊的話 我們現在食物比較多啦 是沒什麼問題啊 就是花時間去找一下羊就好了 然後去採收一些小麥 讓他跟著我過來 好的,現在時間還是早上喔 那我們就現在過去吧 我們確認一下啊 我們的食物 11個麵包 4個胡蘿蔔 4個口羊肉 夠 走吧 啊 啊 太壞了 唉呀,這邊有些南瓜 我記得我上次有拿的南瓜 對 不到時候可以來做一下南瓜 來 這邊有看到這個海其實 很快就可以到另外一個島嶼上了 但是我完蛋了 好像又要晚上了齁 我還沒找到羊欸 等一下,這一天也太快了吧 這邊有個峽谷 還說這 這我上次有看到嗎 有點忘記了 我上次不是在森林找到羊的 結果現在 羊都沒了 等一下,又要晚上了 我只想要找羊而已 結果到 我到這集都還是要找羊啊 我真的 很需要羊 羊真的很重要啊 啊這邊的話 我繞一圈了 這邊是沒找到羊 我可能要先回去睡覺 睡個覺,明天再來找 好 好了 終於找上了 啊我又回來了 什麼都沒找到 欸真的 羊有夠難找的 這樣的話 真的有點麻煩 這邊有僵屍 有腐肉 然後呢 剛剛那個 骷弓有掉骨頭欸 這樣把這些東西燒一燒 然後把多的東西放進來 我們可能要繼續找一下 那個羊了 喔對,我看一下樹下可不可以繁殖 可以可以可以 他們可以繁殖 我這是往這邊走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喔 山木林 但是我覺得 山木林好像 不一定會有喔 我上次走到這邊了也沒發現 好吧 我現在繞到另外一個平原了 結果還是沒找到啊 羊 我現在 任何顏色的羊都可以 我只是要帶回去 做電線而已 我是說用羊毛做電線 不是用羊做 不要想太多 好,我現在決定 我要來我原本這個 峭壁 死掉這個地方 找一下 這邊有沒有羊 這個 世界這個羊好少 找不到欸 居然就是沒有 欸,我們來到了我們這個 超高的地方 這頭 這隻黑色的羊還在欸 欸,啊 另外一隻棕色還在不在 我想要把棕色的羊 先回去 欸,羊 羊,看我一下啊 喂 不是啊,我都拿小麥了 你什麼 還不跟我 有有有有有有 有效果 只是我覺得這 這應該要走很久 然後 太陽 太陽現在上路 欸 我看到那邊有一隻 中色的羊 我看到了 有一隻在那邊 好 我把它先撐過去 然後讓兩隻會 等一下 欸,欸 這邊有白色了 欸,然後這邊又有一隻 下面又有一隻了 這邊起來蠻多的 結果現在三隻都會跟著我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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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我這樣 時間來得及嗎 這裡村莊很遠欸 快晚上 等一下,村莊在哪裡啊 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工程 欸 其實 從這邊就給他到村莊 欸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欸 怎麼不跟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我們有個壞消息 就是又要晚上了 那草消息 這村莊居然很 很靜的地方了 我 好不容易 牽到三隻羊回來了 現在 就是讓牠一直繁殖就好了 好 先待在那邊好了 我快衝回去睡覺 然後再衝過來 把你們 帶回去 好 現在我又來了一個新的一天 羊終於被我帶回來了 來來來來 過來過來 終於 我們終於有羊毛了 終於有 無限羊毛了 而且三隻顏色都不一樣 好了 我幫你們做好了 我幫你們做好了 你們到時候可以住的地方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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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對對對 就是這樣沒錯 終於 我們的羊 進來了 我們可以開始 讓牠們繁殖了 一樣 先來 再拿一些 想賣出來 然後讓牠們 這樣應該會生出灰色 再過來 灰色 我要來吃什麼 好的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有 羊的話 我們到時候是可以做羊線了 我們應該要繼續去挖廣 才對 我們這裡有很多礦物需要挖 還有一個環節 就是 用到 所謂的 原件製造台的時候 它 有一個原件可以製造 然後 它 一定要鑽石 才能製造晶片 所以我們很快 就要 一直往下挖 一直往下挖 然後大規模 挖 看可不可以挖到鑽石 進 越快越好 看這樣 終於燒好了 再做兩個 沒有辦法挖 然後我們繼續挖吧 好的 我們現在挖掉了 這邊有兩堆礦物 那麼 我跟上面有點 尋出 對 應該要 隨手達者 石鎬跟鐵鎬 八個席 然後這應該是鋁 對 這邊有六個鋁 很多了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了 欸 這邊有 又有那個 所謂的 鋪 還有 鐵 鐵 蛤 鐵 對 這是 礦物進展塊 現在Y是41 好 到這個地方 這邊又有銅了 哇 身上滿了 這樣 繼續繼續 哇 這麼一探好多喔 等一下那邊 那邊被挖出一個大坑 然後這邊還有鐵 等一下 有點高 好 掉下來 我身上都滿了 其實如果這樣挖的話 很快就要上來把 身上的東西放進去 不然就我剛帶太多東西了 哇 好多煤炭 我看我到時候還是先蓋架好了 這樣我需要一些 一些空間來存放這些東西 然後要讓人分類一下 我現在的礦物真的很多 剛剛那邊 我剛剛看到這邊有露天的桶 然後在想這個洞窟會不會就是通到我剛剛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有可能喔 對有可能是通到我剛剛那個地方 好像是走下面吧 對 下面有可能是 欸我看到殭屍在底下 底下還有水 殭屍好像有看到我 但我是不太確定啦 我是覺得有可能 欸 好大喔 底下好大喔 大洞窟欸 啊這邊 我好像看前面的紋 喔 對啊這邊真的好大喔 只是我覺得現在下去有點危險 這邊有鐵 我在這邊挖一些鐵 到時候等自己強了一點 再下去就好 也不死 畢竟我 我那個挖法也可以挖到很多礦物 我剛剛覺得一個熔爐好像有點不夠了 我應該做兩個熔爐來燒三 反正我煤炭現在還蠻多的阿 好來喔 煤炭這邊塞另外一個煤炭 然後 那邊的話 就把 剛剛那邊只有三頭 欸12個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分了 分流 那麼 我們來撿一下羊包吧 順便看一下可不可以再繁殖一次 繁殖這個環節是很重要的 可以了 可以了 他其實這個 這個冷卻時間沒有很長欸 快就可以重新再讓他們 生一隻小孩了 那豬的話我也讓他們再生一隻 OK 兩隻 我們撿個羊毛 小隻的還不能撿個羊 來 我們就可以回去 再說一次叫了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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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我們鋁出來了 然後我記得他剛做的方法是這樣 然後再 這樣可以做出六個電線 哇 酷 好像有六個電線了 那麼電線的話我們就可以做出了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做出所謂的發電機了 發電機的話 我們還要銅嘛 四個鐵銅 還有一個熔爐 四個鐵和銅 熔爐的話 所以我要再做一個熔爐 這邊的話他剛按那個加可以讓這邊就有合成表出來 這也是很方便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有一個 對 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能源了 然後又有一個成就出來了 我們的鐵 變少很多 我剛合成之後 喔 這邊還有 然後烏爐的話 我們再燒一下 來 沒發電機 我先放在那邊喔 那邊是到時候我們要拿來當工業的地方 我們先放在這邊吧 那我現在先不用 先不用這個東西 我們還要做一個 所謂的 原件製造機 之後我們才能開始製造晶圓 製造晶圓之後我們才能做更多的東西 那原件製造機的話在 這邊 鋁定嘛 兩個鋁控制桿 啊 要紅石 我還沒挖到紅石 所以我們暫時還沒辦法做這個東西 暫時還沒辦法 我覺得我們要繼續挖一下礦 我覺得我們要繼續挖一下礦 不然這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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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這棋太多事了 現在去挖礦 再去挖 我們要挖深一點 深一點 深一點 一直挖礦 反正這個速度那麼快 一下就挖到了 對不對 直接要往下了 欸 欸 現在要跑了 欸 金的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欸這個 酷欸 看起來有點像硫磺的東西 但不知道這 這不知道是什麼 鋁 喔 這是鋁啊 看來我們現在有鋁了 我們這個是越來越多種類都有了 越來越深 越來越深 我們鋁石越來越進步了 欸 這邊又挖錯了一塊 讚 我要往下一點 欸 又有鋁了 我們這樣真的是 有夠 哇 這邊 落差好大 欸 哎呀 哎呀 這是什麼 這個是液體對不對 喔這個 這個東西喔 是石油 石油也很重要 我們 要拿鐵桶來裝石油 石油是我們 到時候的那個 動力來源嗎 石油 我們現在先快點上去 拿一個鐵桶下來 我都忘記講到石油這個部分 太少了 我 我已經浪費了 你看 我就先不燒它 到時候再燒 那麼 我說啦 我們剛剛找到鐵桶 喔 我們找到 我們找到了 所謂的 石油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來做鐵桶把它撈起來 但是我 我其實不太確定要撈幾桶 石油的話 好的 這邊石油桶可以用經驗機 然後變成燃油罐 然後這個也是變成燃油桶 這個好像要用空的那個瓶子裝 那我們 先下去 拿一些石油上來 石油應該是沒辦法無限啦 不像水一樣 水真的是太OP了 可以無限 然後我們挖一下就來到了 看一下 29 看一下喔 對 繞一下它就沒有無限了 再來我們就有石油桶了 我們這邊又有更多礦物了 我們這 真的是 桶好多喔 然後菇也有 鋁也有 錫也有 真的 在下一集 我們要去找紅石 那麼 這集我們先錄到這邊喔 我們下一集就可以來找紅石了 那麼 統整一下我們這集 這集我們 去把豬和羊圈養起來 還有下面的礦物 我們挖到Y等於30幾了 也挖到了非常多礦 也拿到了第一個 所謂的石油桶 還有我們的鋁石染線 做出了 初階的 那個 燃 那個 發電機 這個是 比 登上宇宙 越來越近了呢 那麼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獲取第一線的影片消息喔 那麼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1 收集 2 2 3 3 5 5